你看這景象很優美 左邊來右邊舉耶 然後中間是一大一大 有一點風耶 好不好 不行 好 你確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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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要詢問LINE AT行銷教學請輸入A 如果你要詢問WEBLY駕站教學課程請輸入B 詢問利用Google打造官網請輸入C 申請微信公眾號請輸入D Computation影片製作教學請輸入E 電子書封面課程請輸入F SEO速成教學請輸入G Opress網站架設教學初階請輸入H 好 以上這些就是我有提供的課程內容 所以呢 消費者他們只要去按這個D 他就會直接跳到申請微信公眾帳號的訊息 我們等一下來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給你看一下 好 那如果你輸入的這個自動回應訊息都已經OK 你就按這個完成 完成的鈕就可以了 完成 好 那他就會跳來這個訊息 然後你就可以按儲存 那如果你要去設定時間的話 你就必須把這個時間打開 好 那他就會讓你去設定日期 日期就會顯示說 你幾月幾年幾月幾號 我現在按取消 到幾年幾月幾號 我按取消 你如果都設定好 你可以按儲存 那儲存後的結果是什麼呢 一旦儲存之後啊 在這個自動回應訊息裡面啊 他這一個你寫 你寫好的訊息 只會在你設定的那個時間點 對方打訊息給你的時候 才會出現你自己輸入的那個自動回應的訊息 那如果在那個時間點之外呢 系統不會回應他那個訊息 就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再回去上一步 看一下 為什麼剛才我會說 如果你要問這個請按A 如果你要問什麼什麼事情請按B呢 那是怎麼設定的呢 那個叫做關鍵字自動回應訊息 好 那自動回應訊息跟關鍵字自動回應訊息 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給你3秒鐘想一下 1 2 3 好我告訴你答案 自動回應訊息就是說 對方不管輸入什麼字 他一定會顯示自動回應訊息 你填寫的那些訊息內容 這樣了解嗎 不管對方輸入什麼字 不管他問你什麼 反正 就是跳這個自動回應訊息內容 所以你會看到我剛剛那樣寫的意思就是 不管他答什麼 我就會告訴他 這個帳號我沒有辦法回覆訊息給您 那 你 如果要跟我一對一 那你就加入我的個人Line 的私人的Line的帳號 跟我一對一或者是 或者是你按底下的那些A或B或C去取得你想要的訊息 關鍵自動 關鍵字自動回應的話呢 就是等一下關鍵字自動回應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我設定的關鍵字有這些就是ABCDEFGH有沒有 好我按A給你看一下我按A 好這邊有個編輯回應訊息有沒有 編輯回應訊息 那 按一下 怎麼跳回來了 好 我按一下A 他在跑耶 他跳回來了 好吧算了 有點問題 我當初設定的時候 因為字有點多 所以我並不是在手機上面設定的 我其實是在電腦後台 他的web 介面的後台設定的 我不是在這個手機裡面設定的 因為那個設定完之後 其實之後就不太需要修改了 所以我都直接在電腦設定會比較快 打字也比較快 那我是希望兩個都做教學 所以我希望這個也交給你 但是他現在按下去 他們server那邊沒辦法 好這個SEO這個就可以OK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另外一個是關鍵字叫SEO的 也就是說對方如果輸入SEO三個字 我就會跳一個答案給他 然後你看他如果輸入SEO 我會回答什麼 是在這個後台設定 等一下 關鍵字SEO 如果沒有其他關鍵字 你就不需要再新增了 等於說他就一組關鍵字 對方如果輸入SEO三個字 我要編輯個回應訊息給他 看一下我的回應訊息怎麼寫的呢 好這個 這裡有一段關於SEO的教學影片 送給你 一個網址 OK 完成 你可以在這邊寫 然後按完成 給確定 好了 SEO 記得了 我先回到首頁去 把我的私人LINE打開 私人LINE打開 打開 打開 好這時候呢 我去找一下 我去找一下那個 升捷科技的帳號 升捷科技 不過坦白講 我真的比較喜歡用電腦做設定 好不管 我還是把手機的釋出來給你看一下 聊天 好 OK 好你看我即使沒有 沒有在自動回應 不是我即使沒有設定一對一回應 我還是每天會固定 每天晚上八點會發出教學的文章 給你喔 那看一下喔 假設我這邊 我現在是使用者的身份 假設我今天是一般的網友 一般訪客 已經成為粉絲的訪客 然後輸入一個 隨便打 譬如說 問 問你 送出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 假設一個 一個一般的訪客 他輸入 不管什麼字 隨便一個字 那我就會跳出剛剛系統後台設定的有沒有 自動回應訊息 你好我是劉南爸 有沒有 這個帳號看不見你回傳的視訊 做你要約我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在LINE AT後台設定的那一段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